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 河南水患超过300人死亡 惊动中南海 国务院成立紧急调查组 问责追责 据自由亚洲报道 河南水灾时隔近两周 官方首次公布伤亡情况具体数据 全省共造成至少302人死亡 50人失踪 其中最受关注的郑州地铁5号线 和京广路隧道伤亡情况 官方指分别造成14人及6人死亡 中国国务院宣布成立调查组 对失职独职行为 问责追责 据河南省政府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 7月16至8月2号12时 河南省共302人因灾遇难 50人失踪 其中伤亡情况最严重的郑州 市长侯洪公布 到8月1号18时 全市共292人遇难 47人失踪 当中因洪水泥石流遇难者为189人 因房屋倒塌遇难者为54人 因地下室车库地下馆网等地下空间 逆网者为39人 而外界最关注的郑州地铁5号线 共造成14人遇难 经广路隧道共致6人遇难 另有其他遇难者10人 河南省长王凯在发布会上代表省委省政府向遇难者致哀 向家属和亲人表示慰问 会议开场时全场起立 向遇难者摸哀 中国国务院宣布成立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组 由应急管理部牵头 相关方面参加 并请专家提供技术支撑 调查评估灾害应对过程 总结教训提出改进措施 对失职独职行为予以问责追责 据自由亚洲报道 中国官方以防疫为由暂停办理非紧急的出入境签证安排 有滞留在美国的中国人表示 朋友半年前回中国办理新护照时 以不获审批 有政治学者认为 这次的做法 防疫考虑比政治因素大 但有评论员相信 这次的做法是要配合实现内循环 和跟美国脱钩做出准备 过去几个月 中国网上已有不少网民表示 无法办理新护照和出国签证审批 并且有网民披露 护照当场被出入境管理人员撕毁 直至几天前 这些传闻终于得到中国官方证实 中国移民管理局在刚过去的周五 7月30号举办记者会 新闻发言人陈杰表示 因防疫需要暂停办理非紧急的出境签证安排 陈杰说 坚持非紧急非必要不出境 严格审批签发中国居民出入境证件 确保防疫安全 他表示上半年 中国共签发超过33万本普通护照 主要与出国留学就业和商务有关 强调新措施不会一刀切 只要证实有出境留学就业商务等需要 经审核资料属实 当局也会为申请人办理证件 但事实的情况并非如官方所指 在美居留的中国商人张盛奇表示 在美国工作的中国人 以往护照快要到期时 可以选择回中国 或向中国驻当地的总领事馆办理新护照 但他在美国大学工作的朋友 半年前回中国续办护照 但一直不获审批 至今仍滞留在中国 不知何时能与一家人团聚 张盛奇表示 有朋友曾要求美国洛杉矶总领事馆 协助办理新护照 但都被拒绝 没有有效护照 虽然并不影响他们在美居留 但对需要跨境工作的人来说 影响很大 有评论指出 限制出境是要集中资源 为脱钩和实现内循环做出准备 中国时事评论员方元表示 暂停发出非紧急出入境证件 与疫情有一定关系 但非主因 他认为 措施是要集中资源力量 应对于美国的贸易和金融战 方元说 收紧出入境这个动作 可以与最近一些赴美上市公司 收紧和管制综合在一起看 就是配合贸易战和下一轮的金融战 做出的选择 可以整合中国国内的资源 这些动作是对自己造成伤害的同时 也要打击对方 给对方也造成伤害 搬起石头砸大家的脚 要实现一石多鸟的效果 旅美法律学者滕彪表示 根据中国的宪法 护照法和出入境管理法 都有保障居民出入境的自由 写明在特定的情况下 例如有涉及的案件 未审结业和出境会危害国家安全等 才可以不批准公民出境 他也认为这次中国移民局的做法 是违反法律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他也认同防疫只是表面的理由 官方想借疫情加强对民间的控制 防止西方意识形态输入 影响中国民众 他表示虽然法律有对公民出入自由保障 但中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不完善 受到当局的影响 相信受新政策影响的公民 也难以透过诉讼的方式 为自己争取权利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共和党报告提证据 新冠病毒源于武汉实验室 据东网报道 美国共和党德州众议员 麦考尔周一2号发表报告 引入多项数据 以说明新冠病毒的源头 是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 且泄露知识可能存在隐瞒 但美国情报界尚未得出任何结论 报告指出 首宗新冠病例最初 可能出现在2019年8月或9月 而非一般报道所指的同年11月中旬 并提出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实验室内 包括美国研究员的科学家 有能力修改病毒基因序列 并且可以不留痕迹 当中指出 美国医学教授巴里克早在2005年 以协助创建不留痕迹的基因改造方法 武汉病毒研究所早在2017年 已经能做到这一点 因此科学界称 新冠病毒不留任何改造痕迹 故不可能是人造的说法 并不诚实 该报告又引述 声称此前未曾报道 有关该实验室安全协议的新资讯 包括2019年7月要求斥资150万美元 改造该设施启用不足两年的废物处理系统 科学界对于新冠病毒源头有两大理论 一是动物感染人类 另外则是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 中国当局一直否认实验室泄露及隐瞒真相的说法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有关吴亦凡的报道 吴亦凡粉丝群走火入魔 扬言要劫阀场 据苹果新闻网报道 中国男星吴亦凡逃色风波 欲滚越大 7月31日晚间 北京警方通报 吴亦凡因涉嫌性亲被搏 结果粉丝圈炸了锅 竟传出扬言要创建组织去探监劫阀场 中国央视评论警告 走火入魔的粉丝该清醒了 中国网易网站消息 吴亦凡进去之后 他的粉丝群不淡定了 陆续在各个社交平台出现 不变是非的言论 要进行所谓集体营救活动 包括成立了吴亦凡救援群的群聊组织 内容还要粉丝们团结一致 商讨着触碰法律底线的计划 还有明天北京见 劫阀场探监等字眼出现 另外还有粉丝说 我现在找到路子就烦烦了 但需要500个人签字请命 吴亦凡有5000万粉丝 完全可以救出来等等内容 还有一些粉丝说 吴亦凡是外国国籍 不应受中国法律约束 针对这些言论 中国央视网在昨天发表评论说 吴亦凡那些走火入魔的粉丝该清醒了 文中说中国娱乐圈近年出现极端饭圈文化 让追星变了味 价值观失了准 工序良俗和社会伦理也被抛到了脑后 有些已经涉嫌违法 必须尽快净化饭圈生态 矫正畸形追星 而央媒也多次对外强调 法律面前没有特例 明星如此 粉丝同样如此 好我们继续看跟吴亦凡有关的报道 吴亦凡微博被封 曾声援大V 全数遭禁言 据联合早报报道 知名艺人吴亦凡因涉嫌强奸罪被刑事拘留后 其微博账号昨天一号被封 所有音乐作品下架 此前发声支持过他的微博大V 意见领袖也被禁言 吴亦凡个人微博号 Mr.凡先生及其工作室 微博号Mr.吴亦凡工作时 目前已无法查看 并且均显示 该账号因被投诉违反法律法规 和微博社区公约的相关规定 现已无法查看 昨天晚上10点 微博管理员发布微博社区公告称 自通报吴亦凡涉案信息以来 引发全网高度关注 微博站方对此非常重视 以维护好站内社区生态秩序为落点 立即对相关信息进行了排查治理 微博表示 截至昨晚 以关闭错误导向超话 超级话题108个 解散违规群组789个 对于借机寻衅滋事 攻击政府机构 恶意营销蹭热点 恶意洗地等违规账号 予以严肃处理 以禁言和永久关闭账号 共990个 相信被禁言的也有 女艺人马薇薇 女作家六六 前时尚集团总裁 时尚巴刹总编辑 巴刹明星慈善业创办人苏芒等人 据观察者网报道 上述微博大V的微博账号显示 因违反社区公约 该账户暂时处于禁言状态 据北京朝阳警方前天晚上7月31日通报 30岁的吴亦凡因涉嫌强奸罪 被刑事拘留 侦办工作正在进一步开展 法律界人士普遍认为 吴亦凡是公众人物 警方如今通报对其采取刑拘 说明已在侦查中掌握基本的 刑事犯罪事实或证据 六六 马薇薇与苏芒此前都曾发声支持过吴亦凡 8月1号凌晨 六六发文就自己5年前 有关吴亦凡的言论道歉 1号晚 马薇薇也在小号发文道歉 在这里我只想说对不起 我对不起一直对我有所期待的网友 无论男女也对不起自己的女性身份 更让我的父母和牵挂我的伙伴们为我蒙羞 好我们再看相关的报道 吴亦凡供出PWB潘伟博工作室及撇清 据联合早报报道 继林俊杰工作室后歌手潘伟博的工作室 也通过律师事务所发表声明 只有网民散布谣言 已达到诋毁潘伟博名誉的目的 并强调潘伟博从未做过 网传信息所提到的违法行为 知名艺人吴亦凡涉嫌强奸被拘留后 中国互联网就流传 吴亦凡供出跟潘伟博和林俊杰有关的信息 中国自媒体早前报道 有网民称 吴亦凡可能为了自保 供出更多人娱乐圈好几位男星 也有人说吴亦凡已经把PWB供出来了 对于这个英文缩写 有人猜测是歌手潘伟博 两人的关系非常好 还经常一起玩 网民还透露 吴亦凡把林俊杰也供了出来 之前也有人爆料过 吴亦凡、潘伟博、林俊杰三人 经常一起玩 甚至还一起约女生 不过报道网传信息的自媒体也说到 目前看来 吴亦凡供出潘伟博和林俊杰 还没有确凿的证据 目前这些也只是网络爆料 具体情况还是要以官方通报为准 潘伟博工作室在律师声明中 指针对潘伟博的谣言是对他的恶意中伤 以涉嫌构成诽谤 并要求造谣者删除全部 针对潘伟博的诽谤言论 并公开澄清致见 林俊杰工作室 俊杰音乐有限公司 早前也透过律师事务所发表声明 只有网民恶意发布 针对林俊杰的不实言论 工作室也在微博上转发了这则声明 并说网络并非法外之地 一言一行皆有责任 希望与大家共同营造 文明健康清朗的网络环境 Zoom拟付8500万美元 和解泄露隐私案 据东网报道 由美籍华裔企业家 袁征创立的美国 事项会议应用程式Room 去年被集体起诉 泄露用户隐私 该公司周一2号表示 虽然否认指控 但同意支付8500万美元 并改善各种安全和隐私设定 以达成和解 集体诉讼指控 Zoom在未经同意下 与其他数码平台 共享用户数据 以及安全和隐私保护不足 侵害数百万用户的隐私 Zoom的发言人表示 用户安全和隐私 是该公司最高守则 认真看待用户的信赖 他们对平台发展感到自豪 也期待在顾及隐私和安全下 持续领先创新 如果Zoom的和解提案 获得加州北区联邦地方法官高惠兰批准 有份提高的大部分用户 将有资格获得15%的订阅退款 或者25美元赔偿 其他用户则最多可获得15美元 在这一段时间 在这一段时间 我们下期再见 在这一段时间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